一条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的五点钟 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四点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氏召开了一个发布会 就朝鲜方面今天发射三枚短程导弹仪式进行说明 他称 韩国方面监测到了朝鲜于今天上午发射的两枚导弹 下午又发射了一枚 但是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发射时间 韩国军方推测 朝鲜今天发射的可能是射程在120公里左右的 KN-02的改良型导弹 但是对于发射的目的和性质 还在进一步的分析当中 导弹的发射体部分已经坠落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目前不排除此次发射 具有军事训练或者是试验发射的背景 为了预防万一 韩国军方目前正维持已经强化的对朝警戒级别 而去本台驻朝鲜平壤记者报道 目前朝鲜方面还没有任何相关的报道 我看了 我看了它是我们的军事训练 就是我们的军事训练 也有军事训练 我们的军事训练 谢谢大家